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X女特工》是两人合作的第二部电视剧 在这一部剧中罗金转身变为唐燕的上司和老师 当然唐燕作为有神秘身份的隐藏卧底 最后把罗金也带入了自己的阵营 真是事业爱情双丰收 当然两人躺在浴缸的片段也成为了该剧的结尾 也是很经典的片段 《克拉连人》是2015年上映的电视剧 但是这部剧中唐燕饰演的女主 有点傻白甜的感觉 剧中唐燕与罗金的感情 在前半部剧中是扑朔迷离 就在两人都各自有了所爱的时候 剧等一改把这两个人又联系在了一起 《番茄君》也是很佩服编剧了 锦绣未央视唐燕和男友罗金的第四次合作了 在此之前就有很多人猜测他们在一起的传闻 在这部剧播出的同时 两人也在微博上公布了在一起的消息 接着在各大活动中 平平线 申真的是为了大家好大一口狗粮 当然剧中的唐燕饰演的李卫央 和罗金饰演的他把逊 历经困难最终还是在一起了 归去来是两人的第五次合作 也是恋情公开后的首次合作 小伙伴们快来准备接受新的甜蜜暴击吧 现实主义大剧归去来今晚20点30分 归去来开播盛典 最虐心的青春最深情的案